2018年4月16日,这注定是值得载入实测的一天,也是中国科技产业最为屈署的一天。 美国商务部对中兴发出禁售令,禁止一届美国公司,向中国中兴通讯提供芯片产品。 这一封建议,让这家中国第二,全球前五的通讯巨头,瞬间陷入窒息的决定。 美国人用一颗小小的芯片,一把掐住中兴的脖子,随时都能将中兴置于此地。 中兴面临的决定,也是中国科技企业的缩影。 中国每年进口半导体所付出的代价,必须有更高。 这意味着,中国绝大多数的科技产品,密门地掌握在国外。 其中,美国凭借在半导体领域的绝对垄断地位,牢牢地掌握着对中国科技产业争杀与多的最高权力。 正是这一只封杀领,让十三亿多国人,一夜惊醒,先见,先见,先见,就像谷歌离所写,最危险的时候到了。 敌人上门锁命了,再不拿出勇气,拿出决心,拿出成果。 中国数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成果,将请客间掌送,做出芯片,做好芯片,做强芯片,瞬间成为全国上下一致的互生,振兴芯片产业,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愿望。 忠心所不能承受之重,更是成为国民心头的奇耻大族。 我堂堂大中华,竟被一颗小小的芯片,差点绕了半条命,绝不能接受。 最终,时隔八十九天后,忠心乌纳接受美国政府的判法,缴了十亿美元罚金,以及四亿美元的保证金,才得到美国政府的建议解除。 这可并不意味着危险完全消除,芯片技术依然完全掌握在美国手里。 若美国政府那天不开心了,不满意了,随便找个借口,屠刀随时都可能再次降临。 那时,中兴或者其他中国科技企业,难道还要重蹈覆辙吗? 一个耳瓜子不够,还要再吃第二个吗? 中兴的铜,惊醒了国人,核心技术不仅买不来。 相反,不掌握核心技术,还会成为别人带带的羔羊。 但是现在,要向全体国人,正办宣布,中兴大球的报。 2018年8月8日,超算芯片开发商加买云志在杭州宣布,全球首个7纳米芯片成功量产。 没错,全球首次,还是量产,我们来和美国做一个对比。 高通,英伟达,苹果这三家芯片巨头,7纳米芯片要等到今年年底才能投产,而我们的已经是限量产。 中国芯片,首次泛超美国,登顶世界,在此,必须感谢美国,感谢特朗普。 若不是特朗普一棒子,打在中兴的头上,中国人还在进口芯片中最深梦死。 现在好了,一个中兴被打倒了,前千万万个中国芯片公司站出来了。 然而,好消息并不止这一个。 在世界通讯领域,华为和中兴都是相爱相杀的两个生死兄弟,美国封杀中兴,顺道也制裁了华为。 中兴的通,华为最能够感同身受。 因此,在中兴作难之时,华为创始人认证飞下打死命令。 不许对中兴落井下石,不许挖中兴的墙角,这是华为对几十年老对守中兴的尊敬。 华为十年前就开始自研芯片,这也让华为逃过了一劫。 若华为没有自研的麒麟系列芯片,恐怕要和中兴的一个遭殃。 就在不久前,华为消费者义务CEO于成东就公开宣布, 今年9月份,最新的7纳米知识70980芯片将正式发布。 以往,70960和70970和高通比,都只能勉强顶替。 难说超越,而70980则大为不同。 70980芯片将首次实现对最新高通,小龙副845和苹果A11芯片的反超。 同时,最新款华为Mate20手机,也将在10月份发布,和苹果三星高端机进行正面厮杀。 芯片是现代高科技产业的基石,中心支持,当牢记在心, 历史和现实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,落后就要挨打,送外卖,炒房产,玩游戏,以及共享单车等。 无法造就一个强大的中国,只有掌握核心科技,才能立于不大之地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